好,我们来看概念期 概念期在讲的是AAS全等性质 好了,这个AAS全等性质呢 它事实上呢,它就是两个角 配上一个边 两角相等 加上一个边相等 两个三角形里面如果有两个角 看另外一边 这一边呢,不是夹边 这个边呢,不是夹边 如果是夹边的话 就是之前所说的ASA 那不是夹边的话呢 就是AAS AAS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 AAS的意思是说,好,请看 圈圈等于圈圈 XX等于XX 好,那另外呢,再配上一个边 这个边呢,不是夹边 不是圈圈跟XX的夹边 夹边在这个地方 圈圈跟XX的夹边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 这个叫AAS全等性质 那我们再跟另外一个全等性质 做一下比较 如果我们像之前的呢 之前的圈圈等于圈圈 XX等于XX 再加上一个夹边相等 这个叫做ASA 全等性质 好,请看一下 这个AAS跟ASA 其实呢 这两个性质呢 可以说是 这个 兄弟的性质 或者说它几乎都是同一个性质 合并起来 反正总而言之 不管这个边是不是夹边 只要有两个角加一个边 相等 那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 如果是夹边 就是ASA 如果不是夹边 就是AAS 合并起来 我们说两角加一边 相等 不管它是不是夹边 就会全等 那如果这个边是夹边 它就是用ASA 它不是夹边 那就是AAS 反正总而言之呢 两个角配一个边呢 相等 它就会全等 那事实上 这两个性质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几乎可以把它当成是同一个 为什么呢 请注意看一下 一个三角形的内脚合是180 那假设有两个角相等 那第三个角呢 第三个角我们假设是三角形好了 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第三个角会不会相等呢 第三个角叫做180-XXX 那这边当然也是一样哦 180-XXX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只看红色的 你看XXX 那就是AAS 你看XX跟三角形 就变ASA 那这ASA也是一样 有两个角相等 那第三个角一定也会相等 所以呢 你如果看圈圈叉叉 这叫ASA 你如果看蓝色的 就变AAS 所以这两个性质呢 其实事实上来讲 它骨子里面 几乎都是一样的 原因是因为说 如果一个三角形里面 有两个角相等 那第三个角一定也会相等 但是呢 我们在数学上 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 如果是夹边就是ASA 不是夹边就AAS 就这样写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图形 70度等于70度 50度等于50度 好 那这个5呢 跟5相等 这个5呢 不是夹边 不是70和50的夹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它叫做AAS 这个S不是夹边就用AAS 如果是夹边就是ASA 那下面的例题 哪两个三角形全等 注意看一下 呃 前面两个都是80度40度 这边有一个60度 可见得呢 这个PQR呢 跟ABC和DEF呢 它是不会全等的 它是不会全等的 那ABC跟DEF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角A等于角D等于80度 再来呢 角B等于角E等于40度 再来呢 BC等于EF等于3 那这两个三角形 就会全等哦 那它到底是用哪一个全等性值 请注意一下 我们就只看一个就好了 角相等就写A 边相等呢 就写S 所以这个呢 叫做AAS全等性值 AAS全等性值 就会做AAS全等性值 就会做AAS全等性值 就会做AAS全等性值